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杨茜茜 今天又是令人相当开心的一天 那虽然昨天的一个美股 是持续的一个重挫大跌下来 那么也使得 今天的一个早盘指数 一度开低下跌 111点 但是在今天开低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今天怎么做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开低下跌 一定很多人吓都吓死啊 但是我昨天我怎么跟他说的 我就跟他说过嘛 因为市场上还有期待嘛 期待什么 第一个期待选前的一个造势的一个行情 期待的政府基金的互帆动作 期待月底的一个G20 船许会能够招来的一个好消息嘛 所以当大家在担心害怕的一个时候 我昨天我在那个上 我在首页上 我就跟他说过 只要市场人气都还在 只要指数不破前低9616的一个底点 那么基本上这个行情短期之间就没有怎么样 就没有奔跌的一个疑虑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震荡行情的过程当中 就是看个股个别体财股的一个表现 所以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啊 当大家在担心害怕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多少的一个股票 今天是怎样 量灯涨停甚至相当大涨 包括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美食 你看今天量灯涨停 在讲座上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盾 今天也量灯涨停 以及在一路以来我们全力带会员朋友所定做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细经元 今天挡场大涨 甚至中美金今天亮灯涨一个涨停半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很多人啊 在看这个行情往往都会因为什么 都会因为外面的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杂讯所干扰 看到美股大跌就以为台股一定要跟着大跌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大跌的一个美股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看今天的OTC贵买指数今天反而是怎样 反而是强谈的一个大涨 上市会公司啊 今天的一个涨停满加速是达到21架 大涨超过半根的一个以上达到什么无12架 显然市场上人气都还在 不仅外资在这个地方偏多心态不变 而且类似买盘 也逐步回龙你可以看到 逐步回龙 所以这个行情 我就告诉大家很简单 这个行情在这个地方还是怎么样 你还是要懂的偏多操作 要懂的折股偏多操作 所以在今天开地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问你怎么做 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来操作的 今天开地谁敢买 我问你谁敢买 早盘 9点08分 建议小威力的一个会员 进场骗托操作 爱台湾自己来 早盘9点08分 而且老师也直接把我们动作 直接迫在NN上 在早上的时候就直接迫在NN上 我就告诉你今天的一个行情 很多人看今天 哇美股重做看今天会跌 我就告诉你今天啊 开地一定又会怎么样 一定又会拉上来 果然今天拉上来 你看今天开地 你只要敢买 随便买随便赚 开心赚 Bingo 你看这样 一趟上来 从早盘跌111 到收盘将近平盘 你看今天这样一趟上来 哇 Bingo你看 赚的多开心啊 不仅啊 不仅今天我们小威力的群组会员 赚得很开心 包括这一路以来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全力锁定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环球金啊 你看这一趟的一个环球金 我敢说市场上啊 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到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操作的比我漂亮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今天一定会跟你讲矽晶圆 很多人今天一定会跟你讲被动圆圈 甚至很多人今天一定会跟你讲美食 跟你讲神盾 但是问题的重点是什么时候买的 问题的重点是低档有没有买 你看很多人都是怎样 要不是从高档一路的一个套下来 那么今天大涨上来 还在等几套 当然今天大涨上来我也恭喜他们 毕竟有机会做几套 那或是有的人只是怎样嘴巴说说光说不练 看到涨的时候就告诉你哇非常好非常棒 看到跌的时候就告诉你说哇你爱这个理由 你要修心吗 我完全都是等他看掌说掌看跌说跌啊 完全都是事后出格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从什么时候 我就告诉你568 私下开心或流汪口袋 我告诉你你要避开 避开之后300块我们做一档短多 来到364我告诉你什么 会进入末段的加速跟甘地 我告诉你要懂得见好就是 可是当股价来到的一个200元的一个附近 当二度背离低档止跌气息浮现了一个时候 你能在哪边我不晓得 但是这个机会我们知道机会来了 我们就是不啰嗦 我们就是带会员朋友来做把握 你看10月29号211 211 证据会说话 我相信只要你是我们会员 只要我们那一的一个这样群组的好朋友 你都可以帮老师做检测 老师都把我们的讯息 我们动作其实就迫在那样子上 绝不模拟两个也不会跟你遮遮掩掩 很多人都跟你遮遮掩掩 那没意思啊 哇 昨天美食没有涨 不敢讲今天美食涨停板的又告诉你 哇恭喜美食涨停板 不晓得该怎么获利的 我请来店 完全都是事后出口 涨停板才来告诉你 跌下来了哇不见了 各位现在投资朋友这怎么 这怎么能够 能够来帮你呢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就是不一样 从211一路锁定上来 为什么来到季线 我也告诉大家 你要尊重季线一定会做震荡 但是震荡不代表他结束啊 我昨天也跟他说过 在震荡过程当中 为什么他能够强势震荡啊 为什么跌不下来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285286 我们还敢怎么样 带着新京会员朋友 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你看今天持续大涨上来 今天马上站稳于季线之上 今天突破季线 那告诉你什么 后面会怎么走 告诉你后面的一个行情 一定会相当的一个精彩 甚至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环球金 今天早盘的一个 今天早盘开高上来 为什么我敢买 看好 当然就是要懂得勇于出手 而不是只是嘴巴讲讲 你看你昨天办了 为什么今天现买又怎么样 又现赚 包括的一个 包括合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从第一档 V转上来之后 你看11月6号 为什么我还敢买 为什么11月12号 我还敢买 光从11月6号 到今天再创新高为止 你看这样一趟的一个 价差都已经达到多少 达到两成 如果是从第一档上上来 价差都已经超过多少 超过五成了 甚至包括的一个中美金 也是一样 今天亮灯涨领满 这些都是老师理学市场 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 他能够那么的一个飙悍 你看从美金到现在为止 他的一个价值 都已经超过六成了 为什么他能够飙涨 那么的一个飙悍 第一个就是业绩啊 获利保抗嘛 第二个就是产业的一个 怎样 全景持续看好嘛 第三个就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很多人啊 不知死活啊 不要命啊 拼命再放空啊 在地上这样一路空 一路空 一路备高上来 趋势转变的也不懂 不懂得怎么样 不懂得顺势操作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个 投资朋友 为什么在股票市场上 赚不到钱啊 该避开的时候 没有避开 该权力做多的时候 又在那边担心害怕 很多人是不是都是这样 不只是虚惊猿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波操作的多棒 包括被动员线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被动员线 这波上涨上来 我就跟他说 基本持股仍然可以抱着 当然短线你可以怎么样 短线冲没有问题 但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捐资比还高达三成多 所以短线反而上来 来到这个地方震荡 他结束了吗 很清楚很显然 他并没有结束 我也知道第四季云印了 是淡季嘛 但是淡季明年第一季股底 他股价已经领先怎么样 领先做修正了嘛 领先做修正 他该不该反弹一下 包括的一个国具也是一样 我说你短线 你可以再做三百八十一 你可以先卖一趟 但是你如果是在低档买进 基本上你在这个地方 短线就算震荡 你也不用怎么样 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他量缩下来了 量缩下来 沉淀就有机会怎么样 做反弹 不认是续军元 不认是被动 甚至包括 你可以看到老师领先市长 跟他所分享的日子 上礼拜 五天五更再给掌灵板 掌灵板上来 哇每个人都跟你讲有了 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 就锁店了 上礼拜老师在工商时报 就已经领先市场 跟大家锁店 你看五天五更掌灵板 短短五天 价差足足超过六正 如果日子你错过 你看上礼拜的时候 老师啊 也领先市场跟大家分享 我们讲座的时候 你看你来听讲座 你看多有福气啊 我想大家都是走福气的人 你来看看 上在讲座 都是讲座跟他分享的一个 的一个股票 我又说联终奖金自己赚 你不晓得怎么赚 老师还帮你 你看讲座跟你分享 油田五十九块 吉拉上来两天的价差就将近两成 我就说过嘛 吉拉上来周团率当然了 太大了嘛 三成多了嘛 这个时候再去追就没有意思了嘛 那么包括的一个这样 上礼拜的一个工商时报老师 跟他分享的美食 以及讲座跟他分享的美食 你看美食今天的一个表现怎么样 所以这一档股票也是我们在之前 在10月8号 送给大家的一档的一个这样 美丽世界嘛 还记得嘛 美丽世界嘛 哇上一波这样大涨上来 然后拉回来 这个机会又浮现 你看老师在讲座也跟大家 跟大家讲 这档的一个股票 又要来了 又要来了 跟你分享今天马上就怎样 马上就让你现赚亮灯 现赚掌停板 八卦的一个神盾也是一样 也都是老师领街市长 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你看今天神盾就是怎样 不啰嗦亮灯掌停板 为什么他能够亮灯掌停板 因为他整个的一个怎样 产业 开始怎么样 开始转变了嘛 开始转好了嘛 明年开始的一个光学的一个这样 光学的一个指纹变式 开始要怎么样 开始要出货了嘛 所以会带动他整个的一个云运持续往前冲嘛 那么包括他的一样 惯性的一个改变 底部打底完成之后 放量表态 吃押互换 就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他要涨 他要涨 结果你看今天就是怎样 波罗罗亮灯掌停板 甚至啊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成德 你可以看到这档也是我们会员朋友的 一档的一个股票 同样的 业绩表现 多棒 没话讲 然后你可以看到 随着底部打底完成 放量表态之后 你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这样一波大涨上来 从59块到今天再创新高为止 这样足足加差就达到多少 24.7% 以及利山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利山我们的一个操作 多么漂亮 你可以看到从51块一波大涨上来 59块 我们没有卖到最高最高59块3 当天59块 开新获利出一半做价差 这样一波的一个价差达到26.3% 拉回来 你看当天很多人说这个是墓碑线 结果你看 现在你看起来是墓碑线吗 你可以看到 拉回来54块半再怎么样 再低线买回来 结果你看 再度的一个这样 强谈的大涨上来 光是这样两趟的累积价差 就已经达到多少 达到超过24% 24% 那么甚至啊 包括的一个这样 嘎空体材股 双红 你可以看到双红为什么能够那么飙 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上演嘎空秀 所以台北股市真的是很精彩 那么后面到底还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才怎么样 刚刚打底完成正要从底部起涨的一个表股 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的 在老师的口袋名单里面有一档的股票非常棒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同样是受惠于什么 人工智慧啦 支架车啦 那么高速运算这些的一个先用体材的一个崛起 带动半导体的材料的一个需求 以及怎样报价的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三季的一个获利啊 已经怎么样 比去年同期啊成长将近两倍 十月份的营收 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五成 那么这一档股票才刚刚从第一档底部 准备起涨的一个标股 预期上档还有什么五成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这是哪一档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把握的话 来 标股新天定9END 你一定一定要赶紧加入 END GOLD99 END GOLD99 把这个把它输进去 加入标股新天定的9END 老师带你来掌握 这个机会非常难折 稍纵即逝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 没有关系你就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 23219933 本身我们线上都有专能 会来为各位做服务 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